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市场资深量价结构分析专家 精准的量价分析 扎实的基本面研究 带您解码主力动向 揭露股市天机 欢迎收听 股票会说话 轮原投雇 104年金管投雇新字第006号 这里是News98 98新闻台 今天的节目每天下午3点到4点 投资理财王 我是齐珍 问候大家下午好 好 第一个单元股票会说话 邀请到的是轮原投雇杨天迪杨老师 老师你好 齐珍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台股连涨了7天之后 应该是7天嘛 对不对 今天是下跌了77点 指数收在10874点 成交量的部分是1538亿 加仙指数跌幅0.7个百分点 OTC指数的部分跌幅是0.59个百分点 今天呢 有许多的个股 有变化蛮大的 老师一进来的时候说 心凉了一下 因为冷气太强啊 没有了 还有呢 有一档个股 这就怎么杀那么重呢 那我就跟老师讲说 因为上瘾最近也是 可能也是因为涨很凶嘛 好 那在这个个股的部分 如何来做掌握呢 要请教老师 而也有好消息 对不对 除了有的个股呢 震荡很大之外 老师的华兴科 他怎么不小心的 被纳入在MSCI里头 他又涨停板了 这两个股 我记得家族朋友老师呢 已经是零成本操作 在他变成警示股的时候 有朋友就在问说 老师是不是要卖掉 老师一句话说 报好 结果又多赚很多钱 对不对 好 那么今天盘面上的一些观察 还有接下来的 一个掌握的部分 请教老师 对 其实警示股 通常就是名牌 这个我们会发现到 我很少股票会做到被警示 对 因为我们的股票都很温和 只有这一次的华兴科最凶悍 好 那真的非常凶悍 我三月一号买的 是 八十八块买的 今天来到三百一十二块 好快哦 很快啊 就其实才两个月吧 三月四月 两个多月而已 对 我的华兴科从八十八块 在我们三月一号买进 到当时 我还记得 当时跟我讲说是三尊头 那现在呢 三百一十二块 那个粉丝 那个粉丝 FB上面的粉丝 对不对 对啊 一定觉得耳朵很痒 对啊 因为你如果都靠现行来做 当然后面你会追啦 那就看你追什么样的方向 那也有人在一百五一百 一百六一百七 那边震荡的时候 跟我讲说这个 卖飞了 对 这个涨高了 我是不是告诉你 股票不会因为涨高而下跌 对 对吧 所以除非反映完它 所有基本面 现在在看真的 现行超美的 对啊 那它基本面完 这个反映完没有 老师您说呢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最近它很夯 那为什么那么夯 因为国具太厉害了 已经来一千块了 是 所以我想 国具的上一千块 当然 它为什么会 会占上一千块 因为它四月单月份 赚了七块多 那为什么一个月 会赚那么多 涨价 就MLCC在涨价 不过呢 今天的MLCC很强 比如说 MLCC我通常讲它是三个半 对那三个半 一个是国具 对 然后呢 华兴科 和声堂 日电帽 好 那我买了其中的一个半 对 我就是买了华兴科 跟日电帽 日电帽 老师三半个 因为它本来就是 它是代理商 它是通路商 好 那代理商里面 它有一半是MLCC 那另外一半叫铝职电容 铝职电容也有涨价 但没有像MLCC 涨那么凶 那么强 但是日电帽的股价 还真的很厉害 从我们买进 我们是三月六号 买这个日电帽 41还是42还是43 42 买了42 也已经长倍了 今天最高来到了88.7 涨了46块 一倍了 对我已经赚1.1倍了 没卖 真的一路坚持 我一直告诉我的会员 我打算要卖一半 变成零成本 会啦 我如果最近的MLCC 看法线 对 如果真的开始走弱 我会卖一半 好 就会让它变成零成本 那我是看最近这个MLCC 真的很强 那手上股 对 股票 手上股票只好多赚一点 真的是这个原因 所以理论上就是 日电帽 我已经变成零成本 华欣科是零成本 好 那原先的零成本的顺德 已经卖掉 我现在又有一档要变 顺德第二 要准备要变成零成本 顺德第二 嘿嘿 嘿嘿 就是昨天还在63块加码的 对 6196的樊轩 我今天樊轩 对大涨 快涨停了 74块 好 那我们是43块买的 这还早了 这个要零成本还早 我70 我是43块买的 63块做加码 今天来到74块 很棒啊 那一张大概也赚了31块 那还没有零成本 但是呢 股价也准备翻倍 你们有发现到 这样670%了吧 应该有72%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们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 我觉得就是往好股票去选 是 很多人喜欢在垃圾堆里挑黄金 但我一直强调一点 垃圾堆里挑黄金 挑对很好 你是黄金 嗯 挑错 就回到垃圾 就是垃圾 对啊 又凑凑的 那很多的投资人 我跟各位报告 不是所有的转机股都会转上去 对 不是所有的转机股都转机的上去 那就算是转机的上去 你敢在低档大买 我也实在很佩服你 除非你有那条线 就内线 如果你没有内线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敢于 在低档去大买这些转机股 所以我想 我敢大买 我敢在两百多块大买上 对不对 我敢在这个一百二十块以下 我大买这个台胜科 我几乎算是大买 我几乎是 有机会我就带新会员进来 带新会员 你就知道我一直在买 好 这些东西其实最重要的关键 来自于什么 我对股票的一个信念 很多人告诉我不能跟股票谈恋爱 我爱到天长地久 我真的爱到天长地久 老师你最近的爱人也是有点多 而且爱人都好强 对啊 因为华兴科变成零成本 他不是我爱人是什么 我顺德已经卖掉了 顺德的成长性不够 不够的情况之下 我随便卖我随便赚 我七十块以上 我随便 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 最高成本是四十块 那我买在三十块以下 我随便买 随便卖随便赚 真的做股票一定要这样 我可以看一阵子 我觉得资金要活用 因为现在股票越来越多 类似这样的股票 那我为什么不去处理我手上 他没有成长性 所以顺德的成长力减退了 所以不要再谈顺德 他是我的零成本持股 但是我已经获利了解 那我现在的零成本持股 叫做华兴科 目前的华兴科 将来会有日电贸 会变成零成本 那上银还没卖 上银我只要卖 就是零成本 因为我是210块买的 但我还没卖 那不卖的原因是 我很坚持 我坚持今年的上银 真的应该会有很大的爆发力 好 不管如何啦 今天上银拉回来 拉回来之后 拉回也是说 对啊 拉回也还好啊 最高冲到515 515又杀回到470嘛 还好 我们找个机会再加码 我390块有加码过 现在拉回来之后 沉淀之后 我再找个机会来加码 股票的操作应该是这样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而不是你这边赚2块跑掉 那边赚3块跑掉 我也相信 我演讲会的时候有碰到了 有碰到投资人 也买了华兴科 有的就赚个10块钱 很厉害咯 赚10块钱很厉害咯 因为赚10%了 跑掉了 有的赚3块钱跑掉了 有的赚5块钱跑掉 听得没有 如果他们都饿完 对 对真的是这样 你回头想一下 你想一件事情嘛 一档个股从 可以从100块以下 飙到300块以上 你中间当然会进场来买卖 这个你会赚到一点点钱 甚至有人去放空 我知道有人去放空 虽然我也认为他超涨 但是股价的一个结构 不会因为我认为超涨 他就不涨 对吧 你有没有 我用了一个小白兔钓鱼的一个故事 跟各位分享 小白兔钓鱼 如果你的鱼饵是胡萝卜 你觉得钓得到鱼 钓不到嘛 看市场 对 所以不能用你自己的想法来看 我也一样 我不是神 我有跟各位谈过 很多人在问我华兴科 华兴科 有一些放空的来问我 老师那个华兴科会不会还会往上涨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这个产业很好 对 这个产业很好 那既然这个产业很好 你为什么要去放空那个很好的产业呢 如果要我做空 我会空什么 我告诉你 弱势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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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弱势 很多人以为我会空那个技术面转弱的 不是不是不是 不管技术 比较不管技术 我问你嘛 我找问你一件事情 LED有没有机会吗 我找问你这件事情就好了 嗯 LED这个产业有多大的机会 太阳能这个产业有多大的机会 如果没有机会 你觉得他们不能 既然不能做多 可不可以做空 我没有要做空 我只跟你讲 如果你要我空的话 我绝对不会空 MLCC 我神经病啊 还是用产业来介入 这个产业的 已经产业能见度看到明年明年底 对吧 你你会来空这些股票 只有一个可能 你你到底是在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很多人在做股票 都不知道做到 我让我觉得很讶异 非常讶异 然后买股票 又问我太阳能一涨上来 你看那个绿能 昨天很强 那很强又怎么样吗 很强 那个那个国硕啦 昨天的太阳能很强哦 外资还进来买哦 绿能昨天外资买了 600多张 昨天绿能表现不错 然后呢 昨天涨几% 我看一下 大家以为那个底部完成了 我有时候觉得很 昨天的绿能涨了2.5%哦 为什么 因为昨天的太阳能里面 2406的一个国硕 他从涨停板冲上去 有没有 国硕5月11号涨了6% 5月14号就昨天 开高走低了 然后今天呢 重挫 我问你嘛 国硕快跌停了 他在上个礼拜 是拉了一根大长红棒 很多人以为 这个太阳能要上去了 所以很多人跑去买太阳能 结果呢 今天国硕快跌停了 我不管你在上个礼拜四怎么买 应该是上个礼拜五啦 我不管你上个礼拜五怎么买 但基本上就赔钱嘛 就赔钱嘛 这个产业是不对的嘛 不对的产业 你要在不对的产业里面去找机会 你不可能去找多的机会啊 辛苦 听到没有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啦 好啦 我们拉回来啦 好啦 可以短多而已 对你最多就是 我不建议你去做技术面的强反弹 但是如果不对你就要跑 是 对 国硕你还跑得掉 3519的绿能根本跑不掉 直接开低啊 昨天涨了2.5% 今天跌2.5% 你告诉我你会赚什么 所以面板也一样啊 我发现最近加入会员的 有很多手上有面板 而且呢 他们有的还真不少 真不少 有的1000张 有的2000张 是是 他们可能觉得 脸书上有人在 过去觉得稳健 对 脸书上有人在酸我 环球金不会是一般散户买的 怎么可能会员可以买个20张 我告诉你 我的会员好几亿 你有没有发现到 你当都是用你的方式在想事情 我也不跟他回应 我觉得酸民一大堆 那反正环球金 我有会员买20张 买在500块了 好 20张真的没有什么 因为他其中之一的一部分资金而已 20张叫做1000万而已 有的人真的很有钱 他好几亿 你是1000万 他现在在日本旅游 所以他听不到我的广播 所以我敢讲 网路也可以听 对 他今天打电话来 问他 老师那个我们的环球金 我们的台胜科 我们的那个上瘾怎么样 那我说还好啦 那上瘾有点压回这样 你知道人家上瘾买100张 我不是要表达他 他买了多少张 我是要表达一件事情 你不要用你的眼光来看事情 没错 我只是要表达这个东西 好吗 那至于这个酸民会不会看我的 听我的广播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会去这样想 你也不要想说我会员买了20张 我会员加起来买了超过100张 环球金的部分 我会员买的加起来超过100张 所以不管如何 我要表达的一个含义是 他可不可以买 未来会怎么样 这才是关键嘛 对吧 我觉得这才是思考的方向 而不是在纠结在我会员买了几张 我也很少告诉你会员买了几张 对 我第一次这样听到 对啊 我也没有讲 但是我可能有一次讲过一次 说他买了20张再500块 就有人开始在我的脸书上 那个酸啊 有必要吗 有很多人 你管我买两张 你管我买两张还是20张 人家可以买100张 他只是没有全部用资金进来而已 是 而且有不一样的杠杠的方式 对 100张对他来讲 也是资金其中的三分之一 可能不到三分之一不到而已 所以不是这样讲 不管你是买两张三张 或20张三十张 对我来讲 你都是我的这个会员 那我也会保护你 不是你资金的大小 我就一定给你大小也没有 该买的部分 我觉得该买就买 那不该买我们就测 就是这样 我也有做错的股票 我强调 我也会有做错的股票 那不对就测 我会针对我看的方向来做 那为什么会在这个 昨天加码那个凡宣 因为我认为他要上去 643块我加码 很多人做股票不会这样 43块涨到63块你会加码 会加码 举手一下 不会了 很少 大部分都卖掉了吧 还赚20块 那个五成 对也很好 对没有我家嘛 今天收盘叫74 恭喜老爷 贺喜夫人们 所以呢 很多人做股票是照自己的方式去做 所以如果你去钓鱼 别用你喜欢吃的牛排去钓鱼 没有用 没有鱼会吃 所以重点是在于 鱼想吃什么 你要去什么 你要去那个二 所以同样的逻辑 现在市场在夯的绝对不是 不是所谓的LED 也不是太阳能 也不会是面板 所以你要自己去寻找也行 那就是做短线而已 我强调过 而且这三大产业是我认为后面会具有压力的产业 后面会具有压力的产业 提醒大家 好 那我的主轴很简单 半导体系经元 今天压怀了 好不好 好 妈 我本来以为你已经开窍了 你竟然加一个妈字的 其实我知道老师觉得好 因为他的能见度到昨天我们看到的报道到2020 甚至到2021耶 对啊 对啊 所以 只是你今天跑去去买172块的台胜科 今天收盘叫EU 就慢了 EU 也不会啦 也不会 只是说你就被套了 嗯 你就被套了 嗯 我有跟你讲过长线股药什么 拉回买 对啊 我台胜科118买的 一路买到126 老师你今天该不会EU再买吗 没有没有没有 都买完了 今天量 没有没有没有 我要加码哦 哦 我要加码 还在等 今天量那么大 你要不要稍微看一下 好啊 好吗 是不是这样 其实第一个价位啦 第二个筹码啦 嗯 对 这是我评估一档个股可不可以加码的关键啦 那我绝对不会在今天冲上去一百七十块我去加码 不会嘛 嗯嗯嗯 昨天冲到掌停板很多人去加码也不对嘛 因为今天回来是跌到一五五 是跌了三块三块半 那明天呢 哦 你赶快把手续办好 你不要猜测 老师你在吊我们吗 没有没有 我只是说你不要猜测 我有我评估的方式 我有评估方式 你不是用红萝卜 你用股票吊我们 其实 其实我不会用红萝卜啦 我不喜欢吃红萝卜 其实真的 我也不算喜欢吃红萝卜 但是 但是 为了健康偶尔要吃 对 但是我会用另外一个东西来钓鱼 什么 我会用 我最喜欢吃的 我会用那个可乐果 缠豆酥来钓鱼 好玩笑 没有啦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股票它总会有涨涨跌跌 你要趁它回来的时候再来买 尤其是 它的趋势已经成型了 我先跟各位报告 你今天买也没什么关系啦 不管你买在什么位置 虽然你套牢 因为它收最低嘛 也没什么关系啦 但是后面会涨上去 就像当初值得在涨的时候 有没有 也会遇到一下 也遇到了嘛 有人卖嘛 对 值得从我们这个100块以下 那个从90块起涨 涨到100 我记得涨到130的时候 震荡很久 130 120 130 120 在那边震 震到后面呢 冲到211 所以你只是 刚好停在这个位置 你被卡住而已 当然有些人在做的过程当中 当然你是短线的 你就要冲掉 没办法 你没办法留 好 所以如果你今天冲上去买错了 你反过来就要占的卖方 因为你不愿意要 你不愿意去等待的话 就不需要留 那我愿意等待 我如果可以等待 像那个华欣科一样 股价从88可以涨到300多块 我要等待 希望啊 42块买的日电帽 可以涨到88块多 我当然要等待 是 对 但它涨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修正 有吗 华欣科有没有修正 有欸 哪一个没有修正 所以我想 后面我们在关注的方向 有几个啦 就是 矽晶圆能然是我的主轴 所以拉会 我会找机会买 另外一个部分是瓶盖骨 呀 哦 老师有新菜 对 我今天在 在我的LineA上面 有推一个新菜 老师 你上次推新菜 很久了 对对对 但是都是好菜 上次推的 记这一次的苹果派 之前一个叫做台胜科 你记得吗 记得 对我上次推的是台胜科 4月多 还可以搜寻的到4月18 对我4月中旬左右 4月下旬左右去推台胜科 是 那时候在100 120左右 110120左右 那后面呢 现在涨到了172 你进来追了 好 所以这两个股 其实我观察了很久了 我喜欢去买什么样的股票 第一个 你的股价正在盘旋打底的时候 我买台胜科的时候 推荐给你台胜科的时候 是不是在盘旋打底 那个线都很难看 有没有 我在买的时候 也有人跟我讲说 老师你那个线好难看 那你现在有没有觉得线很漂亮啊 有 现在柳暗花明 对 所以同样的在 我要推荐苹概股 其实苹果派为什么 第一个 它的股价位接低了 好 股价位接低 我不喜欢去追啦 听众朋友 我也不知道你们 到底喜不喜欢去追 我真的不喜欢去追啦 那我宁可 如果真正趋势 我看得很好的 我会拉回买 对像上营 我390会拉回 从530拉回到390 我敢去加码 这一次拉回又有机会了 那所以台胜科 或环球金的拉回 我会买 好 那那个趋势已经成型 合金也一样 好 那我 我现在已经不管 你有没有私募 反正法人已经开始进来了 好 第二个部分呢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 像是 这个苹果派的部分 我刚才谈到 除了趋势 除了他的一个股价位阶低之外 第二个部分 他准备进入拉货潮 产业周期 对 第三个 我们要去怎么寻找 不是所有苹果派 这一次跟去年不一样 有些苹果派是掉单的 你掉单的不要碰好吗 好 譬如说 最近很强的 6153的加联益 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厉害吗 他抢下了台郡的软板订单 所以 所以台郡就挂了 悄悄板 对 台郡就挂了 所以加联益上来 当然加联益 我之前做没有太成功 所以这样个股还没赚钱 所以基本上我就放弃他 那我做的是另外一档 那我做的这一档里面 最重要的是 他的产业能见度 比他的竞争对手来得更高 好 这就是我在LINEA推荐的那一档 好吧 那等到他适当时机 涨上来之后 我们再来公布 他的到底是哪一档 所以操作的策略很简单 找到正确的方向 逢低布局 抱一个大波段 你就赚大钱了 好 我相信很多朋友 很难感受赚大钱的 那种兴奋感 我还没有赚到那么多 可是都赚得比以前多的时候 我就很high了 谢谢老师 用蚕豆酥 帮我们钓到了好吃的鱼 好了 总之老师从产业来做切入 为大家来挑选出好的个股 那么能见度高的个股 同时做了最好的资产的配置 让大家买得很安心 而且可以赚到很大 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欢迎持续锁定 或者是跟老师这边连洽了 好 时间关系访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论员头顾杨天迪杨老师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洗身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听众朋友如果认同老师的操作 或者是您的个股有问题 想要进行沟通的话 不用客气 可以利用工商服务的电话 好 022321 9933 23219933 而老师的免费Lite 记得赶快加入 因为新菜登场了 老师的Lite ID就是 小老鼠FU8899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的 欢迎听众朋友 持续锁定的是 投资理财王第二个单元 股市战将 邀请到的就是 市场当中的资深分析师 邀请到华信投股 林何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你好 嗨 麒真好 大家好 我是林何彦 台股连涨了多日之后 已经涨了500多点 每天老师都有帮大家 来持续累计 而在今天的部分 就呈现了比较剧烈的震荡 今天中场加选指数 是下跌的 加选指数 还有呢 OTC指数的部分呢 都是一样哦 好 老师我们在今天盘面上 有哪些观察呢 因为最近有一些个股 哇 涨得很高的 有的呢 还在涨 对不对 因为已经有新股后 来到1000元了 那但是呢 有一些个股 却是不一样 对不对 盘中的时候 就大喜三温暖了 甚至如果没有顺利换手的话 就跌了下来 是这样观察吗 请教老师哦 好的 涨高本来风险就会提升 这是一定的 连涨七天 你知道这七天来 478点 从10500点 年限守住之后 今天来到最高点 10978 487的倍率 那涨多 稍微回挡一下 也OK啦 不需要做过度的解读 回挡是正常的啦 那其实这也是一个 难得的机会嘛 你看连涨这七天里面 你一直等他回来 他不回来 他不回来 你不敢追价的 你只能眼睁睁 看着行情一直上 一直上 哇 幸好急哦 热锅上的蚂蚁 真的 那难得 有压回了 那不是一个好机会吗 对不对 让你不用去追高 有机会再减便宜 所以要好好掌握啦 那尤其是 你手中持股少的 我知道很多人 在四月份 台积电法术会之后 台北股市跌了600点 很多人被那波给吓到了 因为那波除了台积电 自己自作孽 真的是作孽 再加上中美贸易 以后他们应该会比较谨慎了 我知道卖台积电 他们不知道心里面有什么感想 好好说话 那确实是这样子啊 不是说我故意要骂他们的嘛 你看那段期间 我会比较国际给大家看过嘛 国际股市几乎都涨嘛 四月份欧洲股市平均涨幅快到10% 少的都有5% 亚洲这边少的都有2%3% 对你看人家新加坡 新加坡大涨6% 印度涨了快10% 那台北股市就是因为 台积电办了个法说会之后开始跌的嘛 那不是他造成那是谁造成的 对不对 但另外还有美中贸易的问题 大家过度的解读 除了政论的一些分析师以外 政论的分析师在不算的无限上纲 那股票的分析师也跟着一直在唱贺 所以把大家都吓死掉了 很多人在那段期间受不了那种心理的压力 股票都杀出来了 当时只有林和彦跟大家讲 年限一定会守 不要被骗了 赶快下去买 你看你如果听我的话 事后你印证 诶 怎么又是林和彦队对 大家都说不对 去跟林和彦说对 太慢了啊 等到行情都走出来了 你才发现就太慢了 你要相信林和彦的分析 是很到位的 是很深入的 是很准的 你看特别人都说对 对不对 那这波让七天时间 涨了快500点 好快 料楼位 当然除非你买的太烂 因为最近财报在发布 有很多烂公司 你如果真的 不小心去买到烂公司 那也很可惜嘛 所以我一直讲 我说 我只买好公司 我不买投机股 我也不买亏损的公司 我一定买贪大钱的公司 尤其高级在地坡的 有些公司很好 可是涨太高了 涨太高 本身来讲 它已经反映了它的利多了嘛 所以修正拉回那个幅度 有时候一个回挡下来就是30% 你如果追到高档 一个不小心赔个30% 都经常可以看到的 那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我买底部的股票最安全啊 不会有那种赔30%的机会嘛 了不起不涨而已嘛 对不对 了不起小套个3%5%而已嘛 可是只要一发动起来 那赚起来也蛮过瘾的啊 是不是 你看我的股票没挡 所以变变20%30% 经常都可以看到 好 昨天道琼又涨68点 道琼也连涨8天哦 这8天来 道琼从23,531 涨到24,994 1,463点 8天时间 道琼涨了快1,500点 那也不错哦 如果说以%数算的话 大概是6.2% 那台北股市是涨4% 它涨6.2% 也就是说 它的涨幅比我们 大概还多个50%出来 所以如果说 跟美国股市比较的话 那么台北股市 其实应该可以加油 虽然说 7天起500点也不错 可是如果说 跟美国股市比较起来 我们其实还是有 加油的空间 你看我们的成交量 一直都闷闷不乐 1500亿真的是闷闷不乐啊 因为依照正常的情况来说 只要9000点之上 成交量至少都要2000多亿 以历年只要上万点 成交量都是3000亿的啦 现在只有1500亿 代表很多人心里面 还是有戒心 所以很多钱都还在 银行体系里面 还没有解出来 投入这个市场 很可惜啊 台湾不是无钱哦 台湾是有实力的哦 台湾是常负于民 常负债民间的 政府可能负债还蛮严重的 可是常负债民间 民间是很有实力的 这些钱大家只要对于国家 对于政府有信心的话 那么台北股市 其实是很有可为的哦 那美国股市道琼 刚刚讲过嘛 8天涨得快1500点 会不会太多 你不要这样想 真的不要那样想 有时候行情涨多涨少 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趋势改变了没 如果趋势没有改变 你知道一个趋势 一个波段 它有可能涨500点 它也可能涨5000点啊 对不对 你如果每次都看到 一涨多 你就觉得担心 会不会涨太多 你就不敢买 那遇到那种大行情 你不是每次都错过了 是不是 道琼的部分 我简单这样跟大家解说 道琼目前周线的KD 才刚刚完成黄金交叉而已 那你有学技术分析的 应该知道 KD指标是一个很简单 很好用 而且很准 每次只要黄金交叉会出现 就是一个趋势的发动 那当然死亡交叉如果出现 也会往下修正一波 那目前 道琼工业指数 周线的KD指标 才刚刚完成黄金交叉而已 代表它中线的多头 才刚开始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 你应该心无悬念 你不要去欧白想 心无悬念 赶快跟着做多就对 台北股市只怕不压回 压回就是买 当然要买到 不是欧白买 要买到 因为目前来讲 大盘的量一直没跟上的时候 选股 个股的表现 其实是优于大盘的 你想嘛 在世界底的时候 大家担心害怕 年限完蛋了 美中贸易的问题 台湾是最大受害者 经常这样 凶狠 很多人这样吓你 很多人当时把股票卖掉 当时你如果听林何彦的话 你在一万零五百点 你一些那个地方 你听我的话就好 你落买 都赚大钱啊 都赚大钱啊 是不是 那没有买是不是很可惜 七个交易日涨了快五百点 没关系 过去就让它过去 股市美丽可爱的一面 就是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是的 随时你都可以重新再出发 不要缅怀过去 过去好 但很好 对不对 如果不好 也让它过去了 放下 你才可以重新再拿起 这句话其实很有学问的 当然这里不要乱买 最近这两天 第一季财报陆陆续续再出来 第一季财报出来的同时 个股是一个检验 好公司股价太低了 财报一出来 它就会补涨 可是如果业绩不好 涨太高 财报一发布出来 那也是硬生生的 卖压就会出来 所以多利用 今天是财报最后一天啊 利用这份财报 给你的答案 那是一个标准答案 利用这个标准答案 赶快来找 补涨型的股票 有很多赚不完的钱 有很多赚给你探钱的股票 我随便讲嘛 你看我这段期间 我的操作都是open的 对都是open讲的 公开讲的 对不对 我的操作都是公开的 不怕你检验 就要让你知道 我们在做什么 比较看看你的操作 跟我们的操作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嘛 你看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买雅尼 1102的雅尼 对不对 从29块钱开始买 29.5又加码 30又加码 我习惯涨太高 我就不追了 所以29块 29块 31块 32块 那接下来 我就不买了 你看一路涨到 33.95 那没涨的哦 33.95是还没结束哦 那你自己想 29买到33.95 已经贪四块钱了 四块钱已经贪了两次了 已经赚了快两成了 外资是天天一直加码 昨天外资又买 4935张 哇外资已经连买18天了 已经连买18天了 人家18相送 外资是18买 人家买18天 最近外资的买超动作 其实最积极的 就是在亚泥跟台泥 这两支股票 外资拼命买 拼命买 我想那个理由 我就不再重复了 一定是跟我 跟大家报告的一样 大陆水泥的报价的关系 那亚泥涨到这个地方来 外资18买 已经买了多少 已经买了6万张啊 我昨天跟大家报告 是58000张 再加5000张进去 63000张了 你看人家外资买到这样 那亚泥为什么 外资他会一直买下去 因为账上每股 净值在38买嘛 那购买到 3000买而已啊 是不是很安全 没危险 又有补涨 大赚的机会 其实外资 他们的选股逻辑 跟零和宴是一样的 我们不会去想要有暴力 哦什么股票会大标股 天天涨顶板 我们不会去做那个梦啊 因为股票投资 是一个长期的行为 我们所思考的是 怎么样稳扎稳打 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 在很稳健的环境之下 不要多 我每次20%就好 我每次20% 20%慢慢累积 我五倍也是一倍嘛 对不对 我要一次找那种 一倍的股票 那个难度比较高嘛 那稳扎稳打 一次找20%的股票 比较容易嘛 那五次也是一倍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法人圈 他们思考 也是这样的逻辑 零和宴长期在这市场上面 我民国 83年镜头顾当分析师 不要说我股票做花顾啦 就光是当分析师的时间 就24年啊 所以我知道怎么样做 才能够让你们 长长久久在这个市场 能够存活下去 大家起点 做越久是贪越多 待越久是赚越多 雅妮女友的暴劳 抛掉 56就汉宇博德 汉宇博德 我们21块没掉 不乱呢 好讨厌哦 老师怎么这样 18块钱买 然后21块钱卖掉 卖掉之后不下来 没关系啦 我觉得他还是会下来啦 因为他目前指标还蛮高的 等到他下来之后 我们再接 那如果真的不下来呢 那就算了吧 还有很多股票 对不对 还有很多机会 为什么一定要非他不行呢 没错 没错 所以汉宇博德 有下来 我们再来买 好的 那我也说过 华兴立华集团的股票 真的就是飙悍 最爱插锅票的集团 每次只要华兴立华集团的股票 一栋 很活络 大半就真准 不准哦 老师那还有哪些是他们集团的 好的 你临时这样问 考我的反应 华兴立华集团股票其实还蛮多的 那从目前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 华兴科 华兴 汉语博德 金城 没关系啊 不足的地方明天再补给你 这个族群其实很喜欢做财务上的操作 那股价表现其实都蛮活泼的 你们可以特别注意 还有很多强势的股票 等一下有第二段 再一档一档来跟大家做分享 抢攻520 有压回 赶快跟上我的脚步 是好 我觉得知道股性也是真的很重要 这也是经验 好 这边呢 稍微休息哦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如果在持股的部分有任何疑问 或者是针对老师刚刚提到的 这些操作理念也好 个股也好 有问题 都欢迎您来电咨询沟通哦 工商服务的电话提供给您哦 02-239-239-88 239-239-88 老师现阶段有一个 抢攻520的优惠专案 也欢迎听众朋友来电咨询 Lite 欢迎直接搜寻加入哦 好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咯 好 老师 刚刚有讲说呢 我们财报已经呢 要公布完毕了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从中来做什么样的一些挑选 或者是老师要做什么样的预备吗 请教咯 好的 今天是第一季财报 最后一天 全部都要出来 今天如果没发布的出事 应该不至于了 今天如果没发布的 可能就会被停止交易 因为代表他财务是出问题的 所以今天所有的财报全部都会出来 那利用今天出来最新的这份财报 里面有很多让你赚钱的机会 你可以找那种业绩很好 然后股价严重低估的 你看我在车上是集中钩票 对包含我们生计股的部分 6242立康也是啊 当时立康在50块钱开始上的时候 我发现到赶快带会员下去买 我们买6162 66加码70加码 涨到86 涨到86 下来之后 发现不对了 供不出去了 我们76块钱卖掉 卖得很漂亮啊 虽然不是卖在最高点 也赚了22% 那利康现在又回到67.6 今天收67.6 你看从我卖掉到现在 他又差10块钱了 又差了10块钱了 所以股票该卖你还是会卖 利康如果再蹲下来 我还会再买 生计股的部分 我利康卖掉之后 我说转到另外一支 也是今年获利会创历史新高的 4114的剑桥 那剑桥第一季 权利金入账 光是第一季就已经赚了2.11元 你看他历年EPS很少超过1块钱 今年至少3块钱起跳 所以剑桥今年有权利金的入账 加上有新的产品 在第二季要在香港开卖 所以今年业绩是大突破 值得期待 股价却从60块钱62元跌到30元 股价腰斩 结果获利创新高 这个股票 我说过后面一定都会有爆发性的行情 果然 今天已经连续去两天了 昨天剑桥涨了3.5% 今天剑桥又大涨4% 两天加起来已经去7% 已经涨了7%了 剑桥只好34块钱一过关 这些的噴出要注意 他日线的KD指标才刚要黄金交叉而已 所以我现在生计股的部分 重点就在这一档 但今天生计股的部分 4147的中域也起5% 可是中域已经300几块了 只要起相关的股票 我的个性是比较不会去追 可是中域的大股东 291的润泰权 润泰权最近外资也是天天买 昨天外资又加码润泰权 一天又买238.53张 外资已经连买两个月的润泰权 这两个月已经买超级3万张 也是一档外资天天买的股票 那润泰权大家也知道 去年卖了大润发之后 去年EPS高达15.1 那大润发的账 有一部分在第一季入账 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 润泰权发布了他的财报 第一季财报3.41元 也没败哦 你看去年第一季只有0.5而已 润泰权他正常一年大概赚8块 那一季的话平均大概都是2块 到2块半 那第一季 因为大润发的一个入账 3.47 这种股价随时到60元站上去 随时都会噴出去 我们54块钱买到现在 我们一张都不卖 有好价位我们都会一直在加码 遇到好股票的时候 你不要看到稍微一跌 忍不住就被洗掉 你一定要对于好股票 你要对它有信心才行 那今天早上有一家公司 发布财报也是很优的哦 我今天强棒初级 我强棒初级其实也是很挑啦 虽然短线两三天的行情 我也是会挑相当稳 相当好的公司给你们 就好像昨天我挑 2201的育龙汽车 对不对 对 我说育龙汽车 为什么会挑它 因为育龙汽车 它是一家不会赔钱的公司 正常一年大概赚个2块半3块钱 比较差一点也有一块到一块半 那第一季的EPS 在前天发布0.88 0.88是7年来单季最好哦 那股价竟然从78块钱 跌到22块钱 已经跌7年了耶 这支股票已经7年来 7年来没有人去炒这支股票 股价从78 跌到剩22块钱 有很高兴的 这个是好的公司 本土那么优秀的一个产业 可是当它财报发布出来 EPS 0.88是7年来单季最好 尤其账上每股净值高达45元 现在高级近年仅净值的一半而已 所以这个股票我跟你讲 你如果担心指数在1万1 你会怕的人哦 很容易小声怕怕的人 这个股票最安全 你没啥会了 可是只要一回来 不要说净值45元啦 随便来到个30块钱 都很简单嘛对不对 来到30块钱 现在二来四块 来到30块 6块钱多少 6块钱起码就 20个趴要30趴了 是不是很安全 又可以让你赚个20% 30% 很稳 那如果万倍来45块的 好一倍了 那就大开心 那就大开心了 你可以买到家了 你看人家外资昨天 也开始买进一些387张 所以我在挑股票 其实都有安全性的考量在里面的 你可以放心的跟 那今天发布的一档 也是很优秀的 5534的长虹 长虹原本市场预期 第一季发布应该是7块钱 没想到竟然也高达9.33 那这个9.33就很优啦 因为去年它内湖的办公大楼 卖给中华邮政 那预计这一笔存益大概有7块钱 没想到第一季入账竟然有9块多 可见的还有其他的一个入账 那去年赚10.48 今年第一季就已经9.33 那今年青菜也15块以上 所以股价现在才80几块钱而已 你知道我们从75块钱买进到现在 我们一样一张都不卖 那基础股票 未来爆发力也是很强的 国内最优秀的营建公司 每年都是一个股本 一个股本在赚 你看全面找这种 这种股票你跟着我做投资 长期下来 获利都相当的可观 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我只买底部的GEO股 我不会带你最高 我不会带你买赔钱的公司 也不会带你买投机的公司 你认同我这种方法的 股票市场 我们有赚不完的钱 跟上我脚步 我们到底来探紧 好 时间关系 就感谢我们华信投股 林和彦总顾问的分享咯 谢谢你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 广告 真的在投资市场当中 有许多的机会 而且有许多赚钱的好方法 如果您认同林和彦老师的操作 只买底部的GEO股 大波段的操作的话 欢迎您利用工商服的电话 来电咨询 现阶段有一个 抢工520的优惠专案 欢迎听众朋友来电了解 02-239-239-88 02-239-239-88 不用客气 Lite的部分也欢迎听众朋友 直接搜寻免费加入 小老鼠PRO888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行李牧儀 打赛人应独立刑